那時候當然是 比較沒有立場去說服家人 所以本來就是 我沒有打算 做完一張專輯 就散 我自己還是覺得心有不甘 覺得說好像人生不是這樣搞 就是如果 如果留下什麼遺憾 我覺得我會對不起自己 所以第一次比較嚴重是這樣 前五年的時候 這已經十五年前 對 再來就是第二次是 2015年那時候 島嶼天光之後雖然 雖然好像 突然知名度大增 可是其實那時候是狀態 最危急的時候 感受會很深是因為 你看像島嶼天光以後 其實我們是沒有任何的商業價值 你任何 現在的市場 是長這個樣子 那 你要代言沒代言 你要廣告沒廣告 就是所有廠商都會怕 得罪某某嘛 所以我們是完全沒有商業價值的情況之下 開始 成立自己的公司 然後就這樣子靠著 一張又一張的門票 歌迷對我們的喜愛 然後 一步一步又 再從低潮中站起來 我女兒看 頒獎典禮 然後 有獎的 他超high的 電視機旁邊 然後我爸媽還問他說 現在誰在講話 就好像很參與這一切 我就覺得 好感動 他知道 他知道這是一件開心的事情 有長大有參與到 他快滿三歲了 好快啊 人的標示節 生日休 好啦好啦 送他一棟房 送他一棟房啊 沒有疫情的時候 我真的算過 我一年住在旅館的時間 是 一半 多一點點 世界巡迴就半年不在家 所以我會覺得其實 住哪裡 好像 都一樣 真的都一樣 就是 就是 因為台灣真的很小 高鐵不過就是90分鐘嘛 對啊 所以 可是 我們的基地在哪裡 他會有不一樣的意義 嗯 這是一分 一個 高雄小的 一種熱情 一種熱情 你會希望說這樣 那 我希望這個熱情 是真的可以幫助到 我們的故鄉 因為 因為其實 這20年 念之在之 其實無時無刻 我們都知道我們是從哪裡來的 對 因為我們小時候 北上邊的收藏 因為是高雄來的 所以會被取消 所以我們希望 在我們之後的高雄團 可以高雄回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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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